在民间有一桩传闻 是关于一位妇人 怀胎十月 却诞下猫子的 难道是离猫换太子 我注意到一个问题 正想听听你们的意思 你们有没有觉得 包公子 包公子 魏先生请你去他房中一叙 好 我这就过去 包大阁 你快说啊 话说一半 真真叫人心急 请进 学生 拜见王爷 不必距离 坐吧 多谢王爷 你可知本王此番来意 王爷 有全知开封府市文书在手 想必 是有备而来 亲两者的命案 事发突然 王爷难以未卜先知 莫非 您来破灵阵 是与猫灵有关 雾里叹花 花似花 水中望月 月飞月 你算是猜对了个 水中月 学生愚钝 还请王爷明示 何为天上月 你可知晓 在民间有一桩传闻 是关于一位妇人 怀胎十月 却诞下猫子的 人生猫子 难道是 梨猫换太子 本王前来破灵阵 正是为了此事 难道多年前 宫中李晨飞 弹下离猫之说 是真的 传闻也不全是空穴来风 当年李晨飞的产房里 的确爆出了一只 无匹的猫 先皇视为不祥 遂下令 除去孽除 对外宣称 皇子夭折 事情如此蹊跷 先皇就没有怀疑过 是有人设计 当然怀疑 只是当时先皇亲眼目睹了 梨猫身上还带着旗带 以及刚刚脱落的紫盒车 一时惊怒 失了平常心 待过几日 心生一斗 再派人去查 却已查不到任何疑点 难道王爷 知晓内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